有黃家嫂到過我們 是呀 廠大到, 你這麼老還來偷東西 給我們機會, 你年輕人 我不是來偷東西 那你幹什麼? 我們偷看電視 因為就是做餵食到飛起 傻瓜, 滾了 滾了 餵食到飛起, 又和大家吃一餐飽 好餓, 我肚子餓, 第一餐吃什麼 第一餐先來個美國菜 不過不是平時那些, 是新派的 只看那些碗碗碟碟就夠了, 過癮了 碗碗碟碟, 怎麼搞的 是這樣的, 又圓又變成撥 是這樣的 整個花盆這麼大的湯碗 還有小鍋子, 撥仔 連顏色碟也有, 像是美國的 怎麼叫新派美國菜 這裡的蠔和蜆每種做法都不同 蠔方面有釀燕菜配忌廉白汁 煙肉配牛油忌廉汁 和新鮮生蠔 蜆方面有番茄洋蔥配辣汁 甜椒配牛油忌廉汁 和新鮮的蜆 高色奇色, 無蟹可惡 最重要的是一會兒的青口 介紹一青口給你們嘗嘗吧 她是用白酒和忌廉煮的 很香、很滑的 有酒嗎?我是熟女不能喝酒 最重要的是失儀態 怎麼算好, 怎麼算好 少許酒帶出的香味而已 不會喝醉人的 原來她是用黑青口做的 跟普通青口有甚麼不同呢? 你先嘗嘗吧 原來真的亂口好多, 好棒 是呀, 還要算下面的雞翼 炸雞翼, 怎麼特別呢? 在那個餐廳吃的雞翼當然不一樣 各位觀眾, 波板糖雞翼特別了吧 是呀, 吃的時候再點Cajun蝦珍汁和黃梅汁吃 好吃, 其實Cajun蝦珍汁是甚麼呢? 是混合了二十四種香料的調味品 還有, 它是南非移民 帶入新澳以良發揚幫大的 下味煮菜, 都是芦珍汁做的 真的嗎? 是, 就是蝦珍海鮮大會煲 是呀, 有蟹, 魚, 青口, 蠔蜆 還有龍蝦, 放進海鮮湯裡煮 海鮮湯煮海鮮, 我對它的評價只有四個字 好鮮甜 份量十足, 整個大花盆都放在桌上 厲害了 我先嘗嘗 好吃的, 主人, 想吃 當然了, 海鮮用特別的魚乾養的 好, 能夠控制水裡的微生物數量 令海鮮像自身的海洋一樣 煮得這麼舒服 海鮮健康一點, 吃起來也鮮甜一點 海鮮這麼棒, 這裡的砵仔菜也不錯 北西餐也有砵仔菜嗎? 當然了, 好像這個就是牛尾砵仔菜 夠牛尾一早就用紅酒和香料醃好 再用紅酒, 牛尾水, 雜菜煎到香噴噴 然後再加上另外煮好的雜菜 一起匯製熱成 而這一刻愛爾蘭薯匯羊煲 就是用白酒, 羊骨水, 煮好羊肉 然後再加入薯仔, 蘿蔔, 椰菜 匯在一起 原來美國菜有海鮮, 有砵仔菜 真的不是只牛扒那麼簡單 我們吃完這頓對美國菜就知道多點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再點多點 既然可以知道多點, 好嗎? 一、二、三、三 我們做酒樓這一行 一天都不知道見過多少客人 這個世界甚麼人都有 又一個來了 糟了 掉了眼鏡 糟了 小姐, 多少位了? 坐下就算了, 一位, 謝謝 為甚麼你經常和我眨眼? 難道我想電我? 小姐, 這邊, 謝謝 謝謝 小姐, 我想要一些不是太辣 但又有點辣的泰國菜 麻煩你幫我介紹一下 好, 我幫你吃 小姐, 菜都已經到齊了 或者你先嘗嘗這兩個頭盤吧 這個香草鳳尾蝦 用青檸, 香茅, 辣椒來做的 酸酸甜甜的 還有這個青木瓜絲沙律 用一些生鹹蟹 加番茄和辣椒, 中爛它 然後再用生菜包著來吃 在泰國, 通街也有得吃的 我們送粉麵很好 那沙味是甚麼? 我看也看不清楚 這麼大碟魚蝦, 她也看不見 一定有企圖 爺爺, 為甚麼你也不回答人? 怎麼會呢? 這個就是曹池汁蒸大蝦 把蝦開邊, 然後清蒸 最後再用曹池汁淋在上面 曹池汁? 是不是泰國專用來做海鮮的汁醬? 對了, 曹池是泰文 裡面有辣椒糕, 椰汁, 花奶, 魚露 混合在一起, 所以顏色又黃又紅 讓我嘗嘗 你們也一起吃 沒客氣了, 讓我介紹另外的菜吧 這個就是辣椒糕炒糕蟹 這些辣椒糕是冬蔭公的主要材料 原來冬蔭公湯這麼辣, 全靠它 還有這個辣椒汁筍鶴魚 是澳洲, 用雞蛋, 生粉炸 酸辣汁分開上, 多一點隨意 很好吃, 你真是好人 本品來的, 本品來的 他跟我說話的時候, 吐了一聲氣 看著我的時候, 眼睛好像放電似的 難道他…沒理由 難道我的魅力真的這麼大? 我再試試他 讓我介紹這個甜品拼盤 最重要是試這個南瓜布甸 把南瓜開頂, 讓椰汁布甸進去再蒸熟 有點像番薯味, 挺有趣的 真棒, 有甜品吃 我甚麼都介紹了 我看還有甚麼藉口親近我電話聊天 部長 聽說你們這裡有些古董造的裝飾 可不可以打我看看 這樣也被你想到?你真狡猾 那邊就有些古董屏風 放在這裡也不夠, 還要掛上天花板 還有, 牆子是用貝殼來裝飾的 有些古董, 真是一顆粒貼上去 挺有趣的 好了, 我現在看好了 原來他不光是對我這樣 他甚麼都看著去問 原來我有戴士啤眼鏡 早知道不用這麼問了 謝謝你, 剛才 來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事了 其實我們很爆舔舔舔 舔舔這個環子出街之後 我們的觀眾變成問題觀眾了 很多人說舔舔舔 很搞笑 裡面是不是有很多東西來的 是, 絕對真的 單單你都是 飲食界顧問提供的 所以要相信我舔舔舔 別這樣, 問題… 你這個身材舔舔舔舔嗎 對不起, 我還沒裝… 看看 那個相片 舔... 舔... 真的... 舔舔、舔舔 舔… 舔舔 舔舔 有沒有搞錯, 舔舔 是舔他 怎麼 trials simply舔舔的 舔, 純舔防企 把祟 dynam…… 是… 打架, 打開, את他的人也會 本來的幹嗎?先生 是立annya可以嗎 發達 是呀, 真是呀 甚麼事 是呀, 真是假的 我叫甚麼你說 連吃東西都是假的 是呀, 誰說的 是呀, 誰說的 我叫甚麼你說的 謝謝你 熱死能燈 你吃甚麼蓮蓉月餅 去年買的雙翁蓮蓉 你不要吃 我真是不稀罕 其實那些不法的雙人 哪有給你蓮蓉 我給你 麻煩你 給你番薯蓉 假如蓮蓉 我喜歡大薯蓉看球 看, 你吃甚麼 真棒, 你別搶 肉雞屎刺, 你不要 吃刺這麼高貴, 你以為你有刺吃嗎 其實呢 甚麼 不法的雙人給你日本的菜刺 即是說, 像膠一樣 你也會說假的 假的 你很害怕, 全部都是假的 你不用怕 我們在吃銀牙炒麵 是真簡固固 抹大嘴巴 你就不說真的 別吃了, 你也是這樣 銀牙是不是 銀牙就沒給你吃了 不法的雙人 通常用大豆芽 把他撕掉他的頭, 撕掉他的尾 是不是很像銀牙一樣呢 真帥 假的, 銀牙 真是適合你們 你經常把我們打破 我把你打破有東西是假的 你怎麼知道 你這隻鑽石戒指就是假的 我這隻鑽石戒指就是假的 你們真是神經病 看球 這個拍檔, 考考你們 我們的東方之珠 除了有這個購物天王之稱之外 還有一個美語, 知道嗎 就是飲食天堂 要不然怎麼會這麼多遊客 特地來到香港 這就是真的 很多人特地坐飛機來餵吃東西 這些真正餵吃到飛起來 那我們一起去追擊一下 追擊一下 我們三個這麼餵吃, 更加不會撿輸 這裡人頭湧湧, 旗海飄洋 簡直冷凍, 才慶得揮 這是一年一度旅遊業 和飲食業搞的城市 這裡很多人在海外 宣揚香港的飲食文化 很多人在日本、台灣 特地飛來吃這餐 身為香港人很有面子 難怪會場佈置得這麼有香港特色 前面還穿著文初衣 牆上又只顧著黑白的照片 我們來坐, 叔 是這個年代 你氣皮笑臉 快點去追訪一下, 去追擊吧 小姐 是, 兩個去了 讓我找個位置靜靜彈一下 今晚吃的 全部都是曾經得過獎的名菜 各位師傅現在忙於準備 不過為了拿第一手資料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師傅現在做的就是 春夏秋冬他刺蜜 他刺什麼? 他刺蜜, 蜜糖的蜜 話說當年慈禧太后很喜歡吃羊肉 於是玉柱就搞搞新意思 想了一個新方法, 做羊肉 我知道, 這種羊肉不是一般廣東式 用竹蔗、馬蹄 也不是蒙古烤羊肉 而是用蜜糖煮的 味道酸酸甜甜 真的看見都想吃, 很香 為了保持神秘感 在吃之前就不能讓大熊知道是什麼 所以就說了一個名字 叫做蝦刺蜜 另外還用春夏秋冬四季食物伴煮 即是士汁涼瓜青 蜜蓉掃盒, 鮑魚粒 還有石榴包 看看, 用白酸酸的蛋白包著肉餡 真的看見都想馬上吃光 接著這個就叫龍蝦鍋條 是八九年湯羹祖的得獎菜 師傅在龍蝦底把肉起出 不過最關鍵的就是還要起上背部的筋 然後殼用來煮湯, 再把肉浸熟 配上油渣位, 即是貧富共一室 有意思… 是時候開始了 漁房的報道 早上我們交給外面 剛才的採熱熟 到我了, 今次的情況有點不同 幸好我對三個位置 賣了… 叫叔叔和美女吧 叔叔和美女 剛才我們就介紹過 春夏秋冬它子物和龍蝦過橋 多吃兩塊採熱熟 接著這道菜是肉捲豬蓮 是八六年得獎的 用豬肉捲煮合桃, 火腿, 芫荽來炸 很香口 石上麒麟 採完叔叔, 是不是真的有麒麟肉 麒麟?海麟是有的, 西藏哪有麒麟 這條是石斑 章魚蓋了骨頭之後 裡面讓火腿來蒸 最後加上燕在上面, 懷舊式的做法 沒有骨頭, 大口一點 接著這道菜是舊氣勢 靈風脆蝶 十種無合小說的 這是九一年梳菜祖德獎菜 用冬菇剪成條狀再炸 然後中間堆成一個山 再加蟹肉茄子, 吃起來一定會很鮮味 這個叫鳳武金錢的救心師 它是由兩種不同製法的雞組成的 一是吊燒雞, 另一隻是金錢雞 各位年輕觀眾可能不知道 金錢雞是五六十年代相當流行的 用一片冰肉 即是玫瑰露和糖醋醃過的肥豬肉 加上馬蹄和雞潤一起煮 就是金錢雞, 味道很甘香 你不可以教我嗎? 可以…有麥克風的一句 你用自製做甚麼 這叫做怡泰萬千 你沒看到會場的分泡 經常看著我們兩位可愛的仙公主嗎 那些人隨時還會派卡片給我 給我一個小吃家去自製菜 最快要打車去喝酒, 喝一口吃覺 好, 你沒氣 別說不識吃 聽說這個飲食比哥好貴重 你知不知道帶來哪裡 知道, 通常這種東西 通常在甲曼那裡夾 是, 甲曼在哪兒 甲曼通常在一幅畫後面夾 這幅畫在哪兒 這兩幅 嘗試一下 來 你拿去 你死了 零… 零…七… 可以了, 師父 可以了, 師父 姑姑… 有個死的頭 好, 我是秘笈, 秘笈就是我 你們會選一條又肥美又肉嫩的大眼雞 這麼難選, 怎麼選 不, 我們可以問問 別說不識吃的觀眾, 就知道了 這麼快, 三位觀眾來了 吳先生, 說一說 怎麼選一條漂亮的大眼雞 看一條尾就最清楚了 對, 肥美肥美, 看一條尾漂亮的自然肥 這些男人說話真是 李小姐, 你說女人說一些有智慧的話 看一條魚的眼白是否大 眼豬很多 對, 上學也有說 一眼見三白就死於非命 在這條魚最肥美, 最壯結的時候 被人捉了來吃, 真是死於非命 錯…大金雷士 聽聽學生說的真正答案 當然看看有沒有雙下巴 雙下巴沒錯, 人肥也是看雙下巴 魚一樣, 首先看看雙下巴 如果是胖的話 自然有少許的杜及在魚嘴上 就表示肥美, 我相信你 別說太多了 看看真正答案是怎樣 在香港很多人都喜歡 晚上去打冷 或者在家裡滾下魚湯 其實怎樣去分辨大眼雞 看我前面兩條魚 有一碟是齊味的 另一碟是長尾 齊味的蛋雞肉質比較粗 長尾的蛋雞比較滑 一般的齊味蛋雞用來滾湯 我們所謂是剝皮 而長尾的蛋雞通常用來清蒸 就像我們去潮州吃清蒸蛋雞那樣 分別在這裡 好… 各位, 你做冠軍 你可以得到 豐柔千次的即食罐頭魚翅一箱 和現金獎三千元 其兩位朋友都會得到幾年分一份 恭喜 他們好, 我們怎麼辦 我們有人請吃飯 太好了 對不起, 說漏了 是請這位青春未嫌兩位主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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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值得人長得這麼高 長得這麼高也不知道為甚麼 擋著陽光 是 是 是 小龍門 這麼巧你們逛街 最討厭站著跟高樂說話 那你們想怎樣 不行 我們坐下吃飯 好 你請我 為甚麼 誰叫你高我們這麼多 高都有醉, 真是屈也屈 究竟你們帶去吃甚麼 碎士菜, 下都入口 很大隻小怪 甚麼解枝這麼長 不是吧 何苑橫在石族 城市追擊都記得很廣角才是 這支是歐洲的樂器 長浩角, 各位 人家吹就是歡迎我們這樣解 那快點跟人打招呼, 各位 是 是, 田園式裝修 十足去到瑞士感 那些瑞士的食物來賣 更像 那些食物很快就到了 為甚麼又是她 你不知道 她是專程由瑞士請回來的大廚 剛才只不過是一時幾樣表演 真的多才多藝 但她現在在做甚麼 她現在在做頭本撻蛋牛肉 在客人面前, 隨你要求可以加辣 調味, 調味之後 客人就可以嘗嘗 滿意的話就可以上桌了 味道剛剛好 而且酒味還很香 這個麵包像是私人獎 對, 不像 吃完冷盤, 還可以嘗熱 就是這個烘烈力芝士 用發熱器融出芝士 然後一層一層刮出來 吃的時候配上薯仔 在瑞士是很…很傳統的吃法 可以比味芝士薄薄 很好吃 對 不過接著的湯也很好喝 真的嗎 當然要試這個湯 瑞士意米湯配風乾牛肉粒 將雜菜粒和風乾肉粒炒香之後 再加上意米, 然後倒入牛肉湯煲 一個多小時就可以吃了 我知道, 瑞士人很喜歡做風乾肉 用香料, 餐酒醃製過之後 再放在陰涼的地方風乾 大家知不知道 粥粥要風乾三個月才吃 真的得到不容易 接下來的主菜就是這碟紅綠柳 事前把鹿肉醃好 然後用焗爐烤 鹿肉很容易熟 所以幾分鐘就可以了 還配上椰葉卷 裡面用洋蔥乾炒煙肉、雜粉 熟了才用這些炒皮椰菜葉 包著焗熟 鹿肉嫩, 而且椰菜包的牛油 也非常香 所以沒得頂 先吃一碟食物 已經暴露了你貪爛的滿性 如果你待會嘗這個香草灰牛仔 膝頭哥豈不是不行嗎? 什麼? 是膝頭哥, 不過不是你的膝頭哥 是熟了一隻牛仔 因為是它最嫩滑、最鮮味的肉來煮的 首先用橄欖油煎香, 成為金黃色 香噴噴, 再加上其他配料 然後用香草一起下鑊 慢火煮鑊 牛仔肉又香又滑, 我問你怎樣忍? 忍?我們沒想過忍 來吧 來吧 你吃了好多塊 真的很美味 先吃飯 你怎麼抹嘴?怎麼這麼快抹嘴? 為什麼不能抹嘴?還有什麼吃? 當然了, 還有甜品 你知道瑞士人對飯後甜品 是非常重視的嗎? 像這個糊合慕斯這條就是 是不是很像西芹呢? 在美國澳紐入口的 切碎之後用糖水煮成, 煮完慕斯狀 配上黃梅汁, 卑士不可 誰知道… 還有這些是經過醃製的水果 你吃完飯後, 他們就會推車來 任你挑選的甜品 你吃什麼? 我吃嗎? 行 我不用了 我知道瑞士家庭會自己製這些水果 他們用冰酒和糖醃製三個月 在夏天、聖誕、新年就會拿出來吃 不過我覺得今天你們應該多吃點才對 為什麼? 幫助你們快高長大 雜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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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瑞士小女人不吃芝士火鍋 始終在搶點 真是 快點吃 不過瑞士人有個傳統吃芝士火鍋 如果男士摔了東西在火鍋裡 就要請全台的人喝酒 不是 很棒, 人們請喝酒 太棒了 你們就摔了東西在火鍋 有個傳統也是 女士摔了東西在火鍋裡 就要在旁邊吃一口 還要把嘴巴 來吧 再用飛 不怕 不怕 在飛